中山区新横斌社区已经入住非常多的住户 不过基隆市议员郭美秀接获反映 在社区大楼中已经属于计划道路的复兴路217-3号旁边的十字路口 经过的汽机车越来越多 却只有闪灯警示同时过马路的行人相当危险 因此郭美秀特地邀及当地里长 社区住户、建商代表和市政府交通处、警察局、交通队等相关单位人员会看后 决议在十月份开始在上下班尖峰时段 先事办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管制 并且建议设置监视器厘清可能的意外责任 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时间 你开放行人在走A柱他可能会去压到民众甚至撞到民众 所以这个安全应该要考量 那至于上下班时间从出口处就一直到我们的复兴路上 这短短一个唯一的出口将近1800户的住户 最起码安置两个监视器 因为如果在插撞的时候没有那个监视器真的不行 而且这边的车流量真的很大 所以希望市政府以及润农这边请比较专业的班家来研究一下 如何改善现在一个交通拥塞 还有一些路口安全的问题 这条道路目前已经交给市政府管理 红绿灯也是建商设置好之后交由市府来管理 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级别建案陆续新建中 因此红绿灯设置大约两年来 一直采用闪灯警示来往汽机车来维持交通秩序 建商代表指出 他们完全尊重市政府交通处的专业评估 如果去一扭的话 我怎么会断掉 另外针对社区亲子公园溜滑梯过宽的危险 郭美秀也希望负责管理养护的建商也要紧速改善 这两侧的是坡度没有那么高 这一侧这个是坡度反而很高45度 甚至于它宽度也多了1.5公分 所以说导致于在5岁左右的小朋友 45岁的小朋友 溜下来变得狠的 甚至有的在中间就打转 那这冲力冲击力跟速度 导致于哪天真的不小心 小孩子就被扭断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小朋友的平衡感跟协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 所以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危险 那希望市政府以及我们论农公司 可以来协助改善这部分的问题 建商代表表示即刻起 会用警戒绳索先把溜滑梯围起来 暂时不对外开放亲子使用溜滑梯 并且会尽快请专业师傅来评估改善 现有刘滑梯的缺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下官 dad »,下官員 在来示范艺 因为我不想看